喜欢吃面条的有口福了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夏季凉拌面 面条呢不要老是煮着吃 那么饭用做法呢会给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一款鸡翅凉面 它的食材搭配呢非常的清爽 还有它的秘质的料汁 这款鸡翅凉面呢不仅可以在家庭使用 而且呢也可以作为酒店的凉菜来卖 爱美食的我每期呈现给你不一样的味道 大家好我是住处大山 那么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做这款鸡翅凉面呢所用到的所有的食材 准备好两个鸡蛋鸡胸肉 这个呢是挂面在超市很方便采购 然后呢再准备好这个佛罗伯丝和防瓜丝 它所用到的所有食材呢非常的普通 所以说呢在家也可以做出来 这是去国皮的佛罗伯 先切成薄片 然后呢再改刀切成细丝 再给这个防瓜改刀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呢把这个防瓜的瘾去掉 因为这个黄瓜瘾呢在拌面的时候呢 非让这个面呢非常的乱 黄瓜呢切成片之后呢 再改刀切成丝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呢再把这个小葱呢切成小葱花 大蒜子呢我们用刀背呢把它拍散 拍散之后呢再改刀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下面呢我们把刚刚准备好的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把鸡蛋打散之后放入平底锅中攀成蛋皮 鸡蛋皮烫好之后 接着再把鸡蛋皮改刀切成细丝 放入盘中备用 下面呢开始处理鸡胸肉 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这个鸡胸肉呢放入锅中 加入少许的葱和姜 然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防酒 这样子做呢可以起到续芯增香的作用 这个鸡胸肉呢在水中大概煮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利用煮鸡胸肉的时间呢 我们来调一个凉拌面的料汁 把刚刚准备好的蒜末和小葱花呢倒入碗中 接着呢再加入一勺紫然粉 加入紫然粉呢可以使这个凉拌面的口味呢更加的丰富 不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不放 再放入一勺辣椒面 能吃辣的朋友呢可以多放一些 再放入两勺熟的白芝麻 这个熟的白芝麻呢大家也知道 吃在嘴里呢非常的香 接着再把烧热的油呢浇入碗中炸出香味 接着继续呢给这个料汁调味 放入一勺这个鸡粉 没有鸡粉的朋友呢可以放鸡精 再像碗中呢加入一勺芝麻酱 加入芝麻酱呢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增加它的香味 并且呢能使这个汤汁呢能稠 让这个汤汁呢能够挂在这个面条上面 接着再放入生抽类的酱油来增加它的底味 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香醋 香醋呢可以增酸解腻 而且呢非常的开胃 但是呢醋也不要加的太多 太酸的话也不好吃 用筷子呢把所有的调料 特别是这个芝麻酱呢全部把它搅融化掉 那么这款蜜汁料汁呢就做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鸡胸肉呢已经煮熟了 我们把它捞出 等待凉之后呢我们用手呢把这个鸡胸肉呢撕成细丝 鸡丝撕好之后呢放入盘中备用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煮面条 锅中的水一定要多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呢才不会粉浊 待锅中的水烧开之后呢 把这个挂面呢倒入锅中进行煮 在煮面的时候呢要用这个筷子呢 把这个面条不停的剥散 煮这个面条呢大概的时间是一分钟左右 我们在煮这个面条时呢千万不要把面条煮得太烂 如果这个面条煮的太烂的话 这个凉拌面呢就做不好了 我们可以用手掐一下这个面条 如果说很轻松的掐断 而且呢中间没有白的 那么这个面条就可以了 我们用漏勺呢把这个面条呢迅速的捞出 捞出之后呢迅速的把面条放入这个凉白开 或者呢是矿缺水中把它冲凉 如果说一遍没有冲凉的话 那么我们还需要第二次把它冲凉 面条凉了之后呢把面条倒入漏勺中 把它的水分控干 一定要把面条中的水分控干 面条如果有水的话 在拌的时候呢它会吸湿这个料汁 吃起来呢味道会变得非常的淡 接下来再把控干水分的面条呢 加入少许的香油 然后呢再用筷子拌匀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这个面条的香味 而且呢面条不会粘连在一起 接下来把刚刚准备好的四种食材呢 依次的摆入盘中 如果说呢你喜欢别的食材呢也可以添加 这个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来添加 再把这个面条呢摆在这个盘子的中间 两拌面中加入这个鸡丝呢 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和这个肉香味 还有呢营养搭配非常的均衡 这四种食材呢四种颜色 搭配起来呢也非常的好看 看起来呢非常的有食欲 而且呢营养搭配呢也非常的均衡 在食用之前呢把刚刚调好的料汁浇在这个面上面 最后呢再放入少许的牛炸发生米 再用筷子呢把所有的食材呢全部的拌均匀 那么这道鸡丝凉面就做好了 我们在做这道鸡丝凉面的时候呢要注意 面条呢千万不要煮的太烂 面条太烂的话这个凉面呢就不可以拌了 在搭配这个拌凉面的配菜时 这个配菜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的搭配 你学废了吗 希望看到我视频的朋友呢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那么本期的美食呢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呢下期见